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冠冠 我們今天要玩Random Dice 那我們今天看到也沒錯 又是組合骰了 組合骰這件實在是太強大了 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在玩組合骰的時候 是不是邀請到了Shadow大神 先來帶我們搶籤體驗一下 組合骰到底要怎麼打 那今天呢 我們一樣又要找我們可愛的Shadow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雙組合 那個時候只有他組合嘛 現在我也有組合了 我們就一起試試看吧 那我們這一場呢 兩個人的陣容是一模一樣的陣容 我們一樣都是使用了生長流的這個組合陣容 那這個陣容呢 其實有好有壞 我之後會慢慢跟大家講解 因為我已經玩得非常非常的熟練了 那現在看到這個呢 是之前的畫面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比較奇怪的地方 但是稍微還是可以教大家說 像是我們一開始 其實很容易翻車喔 我們都是七級的組合骰 其實前面的阻力真的是祭品啦 就是祭品的攻擊力是最高的 可能有個55、60沒有問題喔 那反而像轉移啊 生長啊 或者是小丑 跟完全不知道在幹嘛的零combo的祭品 不是組合喔 完全是沒有用處的 完全是沒有用處的 那個祭...那個組合... 為什麼一直講祭品 那個組合呢 他的那個... 零combo的攻擊力只有10... 10的樣子是不是 10加15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超級低啦 低到比小丑還要可憐喔 所以前面不要相信你的組合骰 你看到場面一堆組合骰 你該... 感到緊張喔 能合 就先把它合掉吧 那我因為現在是前面在玩的樣子喔 所以... 可能不是很正確的玩法 那我們今天就focus在 我們兩邊都是組合的話 究竟能速刷到什麼境界吧 那我們前期呢 一樣 會... 有一點缺錢啦 前面的話也不是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會覺得說 啊是不是 轉移先不要壓 因為反正我們講過 1到10關是一個價錢 11到20關是一個價錢 31到30關 不是啦 31到40 反正就一時類推 之類的都是一個價錢喔 所以當然會希望說 欸前面是不是 我們能不要壓 就不要壓錢 那我們就把錢壓在那個... 就是11關開始之後 再來弄是不是比較好 結果導致像剛剛有沒有第五回合 就好像要翻車了對不對 好像就要翻車了喔 所以... 我現在玩到現在我也不建議啦 因為你錢遲早都要用不完 你乾脆早一點 把它弄出去 其實沒有差 早一點發展 是沒有問題的喔 並不...不需要拒泥說 啊那個錢 差那一點點 其實你不要重來 比較...比較...比較... 比較有效率啦 老實這樣講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第15回合這邊了 像我已經11combo Shadow...19combo 都算是... 欸...我其實算差蠻多的啦 雖然我場上的骰子比較多 那他的骰子...那個... 星數比較少喔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他比較有優勢喔 那我們這一回合 其實我們兩個私下在聊天的時候是說 欸...冠冠 我們來比賽好不好 欸...比賽什麼圈的 我們來比賽 誰的combo com比較多 就在結束遊戲之前 我天啊就很有興趣喔 好啊 要這種競賽類的喔 我可是很拿手的喔 那我順便跟大家講一個小觀念就是 其實我可以扛上去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喔 像我場上的星數一定夠 你自己一看 我就算... 把全部的四星都合掉 只留下場上的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星 我怪物一樣都是秒喔 那你就不需要拘泥於說 哇...好像有很多星場面上這樣子 不用不用... 你就算少了那些四星 全部把它變成五星 就算五星全部變成生長 或者是轉移啊 適應啊 完全沒有用 你一樣可以秒殺這些怪物喔 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喔 那你反而把這些拿上去拼的話 你還可以多一些場上的空位 啊...當然你也要錢啦 當然你也要錢喔 你只要有錢可以再教下一個賽子 合到誰 反正你只要相信你場上那些星數 絕對可以足夠秒怪物 那就不要去害怕去合成 然後甚至覺得可惜說 哎呦... 怎麼好像合上去你就會少了 可能一次少了兩個四星 就可能這個四星跟那個四星合 突然就... 欸...沒有了 就是... 合在一起上去五星 也不是組合骰 你就想... 哇... 這少個八次的攻擊 是不是很可惜 不用這樣想 你把它擺在那邊 然後反而本來就會秒殺你 combo可以更高的 甚至是... 你可以把這些時間 可能變成轉移啦 然後讓雙方更多錢啊 然後我們為... 後級來佈置的話 我覺得... 這個效率也不會差到哪去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像我們現在到29關喔 我就... 26 combo欸 非常的低喔 那... shadow35 而且還有兩個七星喔 不確定能不能秒轉完 我們來試試看 我覺得我是秒不掉了啦 我們的攻擊力都升滿了喔 那shadow也沒有秒掉 也沒有秒掉 這個時候我的暴擊傷害 我印象中我已經來到了700%了吧 shadow應該也是800多% 我...我沒有精算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看到我們... 左邊的攻擊數字呢 按下暫停 慢慢的去精算他喔 那我們現在到31回合 理論上有沒有全部都是這個... 轉移骰喔 就是... 直接把他轉下去 那個錢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喔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 38回合喔 那... 你們... 仔細看 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的... combo數只有在35 可是shadow已經來到49了喔 這個時候我是... 剛拿到組合骰的 算... 我就算組合骰新手啦 你也仔細看我下面的錢這麼多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拘泥於說 哇... 是不是怎麼樣 我剛剛講了很多了嘛 那... 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但是你就知道我一定是哪邊出了一些問題 才會造成我們兩方 明明我們賺到的錢 可以說是一樣多的嘛 但是為什麼我們兩個combo數差這麼多 我相信shadow一定是把他的錢喔 壓得很...很死 一定是壓在沒有像我這麼多 2萬多 還...還可以有機會被那個魔術師 炸爆一個六星喔 反正你的錢開始爆炸多的時候 你就確定錢一定是用不完了 可以死命的合 完全不需要去擔心喔 來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到了第50回合喔 那...我們shadow的combo數是60 我是53喔 我...我自己...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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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今天是4月30號喔 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ㄟ... 那個時候應該是有... 陷入一些盲點嗎? 還是什麼謬誤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覺得... 為什麼combo看不上去? 因為我現在自己用組合的話 我...如果到51回合 我至少都是70combo以上了啦 那個時候可能我們也都不太會玩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當然這個你不打就不會進步啦 越打就會越...越順手喔 我相信你們慢慢的也會打越久就發現 ㄟ...怎麼combo好像越來越好combo了 你們甚至會兩邊知道說要怎麼配合到 就是可能像... 什麼時候用...轉移 讓兩邊都賺錢 兩邊都受惠 比較有優勢 甚至什麼時候你乾脆就直接上去combo 那個...那個觀念會越來越好啦 那我要放一些我們當時在戰鬥的一些對話 應該是...蠻好笑的啦 我自己覺得蠻好笑的 轉一個 拳七星 哇 真的是拳七星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哇你不要打死 再轉一個 哈哈 ㄟ我的 唉唷 完了 他轉這什麼東西啊 兄弟 你們是這樣子的吧 我不想說話 沒事啦 你看我都還沒 喔我有了我有六星了 我有六星了 好我擋住了 我頂住了 我頂住了 我... ㄟ 有... 有一個 有一個 可以 可以 舒服啦 我已經頂住了 哇我們平手又平手了 哇你怎麼追這麼快 可以啊 不難 我轉換網 七星直接秒了啦 他跟你客氣了耶 跟你客氣 我還秒不掉他耶 沒事我也秒不掉 喔我打死了打死了 啊有東西嗎 有七星有七星 啊這樣還夠 版面還夠 七星 ㄟ 喔兩... 喔三個 四個七星可以 說什麼來著 XDD卡 什麼小王子 是什麼小王子 最真正的 使命小王子 哇 你 星星也太多了吧 還好啦 四個 你流星雨啊 個月 六星 不需要 哨 還是 這樣 六星也不需要 страх 外 王子耶 是這樣玩的嗎這個遊戲 你是在罵我嗎你為什麼是87 你是在秀給我看嗎 不知道巧合巧合 巧合巧合誤會了 巧合巧合誤會了 巧合巧合誤會 那在打組合陣呢 如果你一般的情況來說是 不太會翻車啦 除非到我們後期的爆傷已經不夠 我們combo數也不夠高喔 才會有機會翻車 不然最大的容錯率都是在轉王喔 對轉王只要幫你轉一個 哇非常痛苦你就直接再見了 所以我通常遇到轉王 我前面就是 如果他第一次轉 如果場面上 就是可能只有一個組合骰 但是你其他小丑是有辦法複製他 我會先複製 但是我會看狀況啦 如果這一次轉得不漂亮 甚至是有些高星可能七星卡的那個骰子 是非常不漂亮的 我就會考慮 把小丑複製組合 先把BOSS消一點血 然後讓他到轉關之前呢 也不要打死他 這次可以操控的喔 可以大約操控 就是不要死這個境界 然後他把你轉完之後 他下一轉不管他怎麼轉 他都一定會死 但是你就想要去拚 可能第二次轉的比第一次好 當然也有可能比第一次落賽啦 那就真的落賽了 那像我們現在來到83回合 你就知道我們下面的錢 早就用不完了 所以其實 不需要 你真的不需要去煩惱說 哇等下合上去 不是組合什麼 其實不會 這個有一個觀念就是 你越不敢合上去 其實是越吃虧的啦 因為其實你會想說 我場上的星星數如果不夠 那個子彈數不夠 那不是打出來 總整個 每秒的總傷害也是比較 比較低的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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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想說齁 你就在場上只有10點 但是你的COMBO是200 跟你場上有20點COMBO 結果只有120、130 這個差距呢是 非常多的耶 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 但是我相信 你絕對是可以用COMBO數 去彌補你場上星星不足的這個事實 所以 既然在錢花不完的前提之下 那你能COMBO 就盡量COMBO 絕對是最大的效益喔 像我們現在來到了86回合喔 你看被轉往轉一下 就算 我現在場面上有很多很多的 那個組合賽 我都不見得可以打死這個轉換王喔 你看現在Shadow上面有三個七星喔 我們也 我們兩邊一起打第一隻轉王 你就顯得好像 力道是不是已經有一點不足了 所以 我還是建議能COMBO 就COMBO上去吧 那最後呢 我們是 以一個104COMBO 輸給了Shadow的109COMBO 倒在了86回合 是的各位 嘿嘿 我們今天這樣子做了這個 小小的一個PK的一個測試喔 因為兩邊都是一樣的陣容 那爆傷呢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差個100% 那這個絕對是現今呢 最快最快的速刷陣容 雖然他並沒有說可能 短時間內就速刷到一場啦 就是可能 時間也拖得滿長的 我們每一場大概都拖20幾分鐘 到達了86關喔 但是 86關就158張了耶 那我們大概在23分鐘左右到達了吧 等於是每分鐘大約拿6.5張到6.8張左右耶 這比以前的速刷都來得快非常多喔 所以真的是有效率啊 第一神說的沒錯 有效率就叫速刷了喔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那喜歡的話幫我點喜歡 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會想要PK組合宰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掰掰 看到這裡就知道我們是 跟著第一神拍完之後 馬上就來拍Shadow的喔 差點累死我了